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做错事情 说 请你饶了我 以后再也不敢做了 以后却依旧照饭 而行常说到做到 他看破人生虚妄的一面 所以他决意出家了 六祖之前不是不收他 而是马上收他不方便 从我教书以来 我有三个学生出家 都不是跟我出的家 为什么 我跟他们说 女众还是到女众的道场去出家 男众最好去大道场历练 我们那边没有道场让你历练 出家之后 行昌聚戒经济 出家人一定要受三坛大戒 他受完戒之后 很精进修行 一般人不见得能如此 很多人都在混 你是精进修行 还是有兴趣修行 还是赶上修行 你是不愿修行 你讲因缘未到 这是乱用 这个概念 你是要查经典的 还是要问自己 这个问题 你要看哪一部经典呢 修行是好还是不好 大家开始觉得很纳闷 修行如果不好 你们为什么没有去开香港三天两夜游 却要把这么好的年假拿出来听谈经呢 可是为什么你们修行却修不下去呢 就像上次讲金刚经 我改变一个模式 不是听完课之后静坐 而是分略坐 每个人出来分享 各组讲完之后 我讲了一句话 文不对题 你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 到底要怎么样 因为你的内在同时进行两个 好像来听课是一种经济 但是对现象界还是放不下 你不要误会 放下不是放弃 不是不做事 不是消极 不是逃避 放下 即使叫你去做 但不执着 你要谈到现象界 很多学佛的人就误会 他们学佛之后 想放下他们的事业 有的人当老板 学佛之后 公司就要倒闭了 有的人以前乐在工作 学佛后辞职 去道场 让师父养着 有的人听课之后 回家就准备办离婚 所谓色不易空 色即是空 跟现象界不冲突 只是让你不要执着现象界 不是叫你放弃现象界 放下 反而能勇敢面对现象界 该做就去做 做了 不论结果如何都不执着 就像医生看到一个病人 用心治病人的身体 救治之后 不论病人是生还是死 他都尽心尽力了 不能因为救好 就很有成就感 或是救不起来 就抑郁不得治 好像再也没有勇气 当医生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因缘条件 俗语道 神仙没办法救无命客 但是你要用心付出 你为什么不精进 因为你一直执着现象 在佛法中 把现象讲成六尘 色生相畏触法 你的六根 你的感官系统 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你就迷惑在外面的世界 你来听课 其实也是六尘的现象 你喜欢听 所以就让你听 另外有一个人去听音乐会 你也喜欢听 都是听 只是那个人是听音乐表演 你是听六组弹经 哪一个比较殊胜 都殊胜 都不殊胜 只要你不改变 就不殊胜 我管你听什么 你去坐捷运 听车子的声音 说不定能开悟 那就很殊胜 改变决定在自己 第一 为什么不改 第二 为什么不快 第三 为什么不在当下 还要拖拖拉拉做什么 为什么还在拖 一句死尸 接着 去吃人家端出来的尸体 拖着自己的尸体 去牛排馆吃尸体 吃完之后 明天人家出病的时候 去送尸体 听起来好恐怖啊 文后思维 你什么时候 下定决心改变呢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敢六组会能大事开示 敢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